下面要说的这个案件的发生在今年2月22号的凌晨 在南京四桥高速公路上惊陷一具难尸 警方通过不懈努力终于解开了这起离奇死亡案件的真相 今年2月22号凌晨2点09分有货车司机报警说 好像有一个人躺在南京四桥高速公路上 值班民警立即出动 发现一个人躺在这个第三股行车道的这个线上面 这个人当时是侧向右侧躺着在这个高速上面 血迹在他的头前面 我们从初步勘察来看 这个人应该是被汽车碾压过的 这个老组织上落了一地 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勘察 发现没有车辆撞击的痕迹 也没有遗留任何车辆碎片 死者身上出了车辆碾压过的痕迹 并无其他伤情 警方在检查死者随身携带的物品时 惊奇的发现 死者购买了同一天的五张火车票 而车票到达的目的地却各不相同 很快 警方查清了死者的身份 黄某男性浙江金华人 今年36岁 家族反映 黄某于今年2月10号 离家前往北京之后便失去联系 南京警方立即联系北京警方 调取各地监控后发现 黄某事发前曾到北京徐州等地 并有宾馆开房记录 2月21号晚上9点多钟 他最后出现在南京陆河服务区 四个多小时之后 却孤身一人躺在了高速公路上 这个事故宣传 周围也没有什么住户的人家 这个地段是在一个高架上面 这个高架离地面 大概有二三十米高 也不存在他这个人 可能是横窗这个高速 或者是其他的一方面的原因 黄某究竟是如何到达 南京四桥高速公路上的 他在北京和徐州等地 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 警方最终是如何找到真凶的 今晚22点30分 法治档案将为您揭开真相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保证